简报,Cathie Wood的AI投资策略 依Cathie Wood的ARC投资基金专注于投资具有颠覆性的成长型股票,其投资策略与整体经济环境和股市走势高度相关。 在疫情期间,ARC基金2020年收益率达20%,但近期其部分重仓股出现大幅下跌。 二,值得关注的是,ARC基金在2022年四季度大幅减持了一家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龙头的公司,错过了其后续大涨带来的巨额收益。 Wood解释称,该公司的AI技术尚未深入企业核心,仍局限于外围应用,因此选择将资金转移至另一家增长更快的AI公司。 三,从ARC基金2020年四季度至2024年上半年的表现来看,其十大重仓股中仅有四只保持盈利,其余六只均遭遇大幅亏损,甚至有一只已经退市。 但2024年二季度的持仓情况显示,ARC基金六只重仓股实现2.21%至81.42%的涨幅,表现优于之前。 似总体而言,Kathy Wood及其ARC基金在AI等前沿技术领域保持了积极的投资策略,但也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未来能否持续保持出色的选股能力,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024年9月8日简报,DeepMind的进展与挑战。摘要。 DeepMind创始人Demis Tassabis提出了一个20年计划,旨在创造人工通用智能BGI。 尽管DeepMind在过去14年里取得了许多成就,包括开创性的深度强化学习、击败人类为其高手以及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等,但实现AGI仍需要进一步的突破。 DeepMind最新推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Gemini,并计划推出Project Astra,一个可以处理文本、音频和视频的通用AI代理。 然而,Gemini在生成人物图像方面存在偏差和不准确的问题,Google不得不暂时限制该功能的使用,并正在进行改进。 同时,DeepMind正在开发Gems,即针对特定主题的定制AI助手,以提高用户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总的来说,DeepMind正在朝着AGI的目标稳步前进,但在实现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和安全性方面仍面临着挑战。 简报,NVIDIA AI发展概况 一、NVIDIA作为人工智能硬件领域的领导者,正面临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 调查重点关注NVIDIA是否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了客户对其他供应商的选择,并惩罚那些不完全依赖NVIDIA人工智能芯片的买家。 二、NVIDIA表示,其市场地位是基于产品的优势和客户的选择,并表示尚未收到船票。 不过,NVIDIA的股价在此消息公布后出现了9%以上的下跌,市值蒸发约2790亿美元。 三、尽管如此,NVIDIA今年的股价仍然翻了一倍多,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了其高价芯片的销售。 不过,有报道称,NVIDIA即将推出的Blackwell系列AI芯片可能会因设计缺陷而推迟三个月或更长时间。 四、总的来说,NVIDIA作为AI硬件领域的龙头企业,正面临来自监管部门的反垄断调查压力,这可能会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但其产品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仍然较为稳固,人工智能热潮也为其带来了持续的业绩增长。 简报 Facebook AI在防止自杀事件中的应用 文章概要 一、Facebook AI系统能够监测用户社交媒体动态,识别出有自杀倾向的用户,并及时向警方发出警报,协助警方及时介入救助。 这在印度卢克脑市就发生了一起成功案例。 二、除了Facebook,其他公司如3T内也在开发类似的AI系统,用于监测社交媒体上的自杀倾向信息,并向用户提供求助资源。 这种利用AI技术来预防自杀的做法正在逐步推广。 三、与此同时,Facebook的算法也被批评在推荐内容时过于偏向娱乐性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导致用户看到大量无意义的垃圾内容。 这种情况下,AI技术也可能被滥用。 四、总的来说,AI技术在社交媒体上的应用是一把双刃键,既可以用于防止自杀等重大事件,也可能被滥用造成负面影响。 如何平衡AI技术的利弊,是社交媒体平台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谷歌AI搜索功能简报 概要 近期,谷歌推出了新的AI搜索功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项新功能旨在为用户提供更简洁、更智能的搜索体验,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局限性。 主要内容 一、AI搜索概述,谷歌推出了一项新的AI搜索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查询提供简洁的概括性回答,而不需要跳转到其他网页。 这项功能被称为AI概述。 二、存在问题,尽管这项功能旨在提高搜索效率,但实际应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提供了错误或虚构的信息,以及对内容创作者的潜在影响。 三、错误信息 有报道称,AI概述功能曾经提供了一些明显错误或荒谬的信息,如将虚构的Slurpy Feige和DR Battle描述为星球大战中的同性恋角色,以及建议在披萨酱中加入胶水等。 四、对内容创作者的影响,这项AI搜索功能可能会降低用户点击网页的需求,从而对依赖流量获得收益的内容创作者造成不利影响。 五、局限性 尽管谷歌表示这项功能旨在简化搜索过程,但批评者认为网络搜索本身并不太复杂,因此这种AI概述功能可能带来更多问题而非便利。 总结 总的来说,谷歌新推出的AI搜索功能虽然旨在提高用户体验,但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提供错误信息和可能对内容创作者造成影响等。 这项功能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以确保能够为用户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简报 Meta AI的最新发展 一、Double Verify推出新的AI驱动的品牌示意性分类工具,帮助广告主在Meta平台过滤可能引起争议的新闻和政治内容,包括Deepfake内容。 这一工具利用AI技术分析内容,为广告主提供更细利度的品牌安全控制。 二、这一新的Inflammatory Politics and News IPN分类基于明确的政策,涵盖了未经验证的重要社会问题信息传播。 尤其是Deepfake内容。 Double Verify的内容分类方法结合了行业标准、专业知识和长期客户反馈。 三、该工具利用Double Verify的专有AI分类引擎DV Universal Content Intelligence商标符号,进行内容分析,并由专业团队进行人工审核,确保分类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这一举措对于广告主在选举期间维护品牌形象至关重要。 四、广告主可以通过Double Verify的分析平台DV Pinnacle注册商标符号访问IPN分类的数据和洞见,以此做出数据驱动的广告投放决策。 这反映了广告主越来越关注广告出现的上下文环境。 无总的来说,Double Verify的这一AI驱动的品牌示意性工具,是数字广告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随着AI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广告主将获得更精准、及时的品牌安全保障。 这也可能对内容创作者产生一定影响。 简报,AR智能眼镜的未来发展。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AR智能眼镜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电脑显示器,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新选择。 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AR智能眼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一线有AR智能眼镜的优缺点。 Vitro Pro和Drill Air 2可以与手机或电脑连接,提供大屏幕体验,但功能受限。 Apple Vision Pro性能强大,但价格昂贵。 MetaQuest 3作为独立设备使用,可替代电脑,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二,下一代AR智能眼镜的发展方向。 Qualcomm,三星和谷歌正在合作开发新一代AR智能眼镜,将与智能手机配合使用,减轻设备重量和功耗。 这种基于智能手机的AR眼镜设计,有望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更自然的使用体验。 关键在于实现高质量的显示、光学和音频性能,同时保持合理的价格。 总的来说,AR智能眼镜正在快速发展,未来有望彻底取代传统电脑显示器,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主要设备。 行业巨头的合作将推动这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普及。 简报,Meta和Snap即将推出新一代AR智能眼镜。 主要信息点,E-Meta和Snap将于9月分别推出新款AR智能眼镜,分别命名为ARAN和第五代Spectacos。 这标志着AR技术在可穿戴设备领域的重要发展。 AR两家公司都将采取限量发售的策略,主要面向开发者和合作伙伴,以建立AR生态系统。 这表明他们希望在大规模消费者推广之前,先培养应用开发。 三星款眼镜预计会在显示、交互等方面有所突破,为未来AR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 不过,在电池续航、佩戴体验等关键指标上仍需进一步改进。 4.Meta和Snap的竞争将推动AR技术的快速进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 但要实现大规模普及,仍需解决一些技术和成本障碍。 总的来说,Meta和Snap即将推出的新一代AR眼镜标志着这一领域的重要进展。 未来几年,AR技术在可穿戴设备上的应用值得期待。 简报,Mark Zuckerberg的手表时代和Facebook账号解禁。 1.Mark Zuckerberg进入手表收藏家时代。 过去一年多,Zuckerberg逐渐摆脱了日常穿着品牌T恤和牛仔裤的形象,开始佩戴更高档的手表。 最近他被拍到佩戴一款价值14.14万美元的百达菲力5236P型号腕表。 这是一款罕见的自动上链永久立跃向腕表。 这标志着Zuckerberg正式进入手表收藏家的新阶段,他对高端腕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Facebook账号解禁。 Meta公司宣布将解除对特朗普、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的限制,目的是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给予所有候选人平等的发声机会。 此前,Meta曾因特朗普在Capital山骚乱事件后发帖,而无限期封禁其账号,并对其施加了特殊规则限制。 现在这些限制将被取消,特朗普的账号将恢复到与普通用户相同的规则。 总的来说,这两个消息都反映了Zuckerberg个人爱好的变化,以及其公司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变。 这些变化或许都将对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2024年9月8日简报。 主题,XAI。 重点信息。 一,Elon Musk旗下的XAI团队推出了名为Colossus的超级计算机,由10万个NVIDIA Edge 100GPU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AI训练系统。 未来几个月内,XAI还将增加5万个NVIDIA Edge 100和H200GPU,使系统规模扩大到20万个GPU。 二,这一强大的计算系统将用于训练XAI的旗舰产品GROCK AI,旨在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AI。 GROCK 2已经推出,并获得了不错的评价,GROCK 3的发布也备受期待。 三,然而,XAI在使用用户数据训练GROCK AI时引发了隐私争议。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曾对此提起诉讼,最终,XAI同意停止使用欧盟用户的数据训练AI模型。 但该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未来可能面临高额罚款。 四,与此同时,苹果公司也将在下周的iPhone 16发布会上展示其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进展,引发了广泛关注。 总结,XAI正在打造世界上最强大的AI训练系统,但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仍存在争议,未来发展前景不确定。 与此同时,其他科技巨头如苹果也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整个AI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简报,Elon Musk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XAI与特斯拉达成合作协议。 主要内容概括。 一,XAI与特斯拉达成协议。 XAI将向特斯拉提供AI模型和技术资源,以帮助训练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辅助软件。 作为回报,特斯拉将分享部分收益给XAI。 二,除此之外,XAI还将帮助开发特斯拉其他功能,如语音助手和用于Optimus机器人的软件。 三,这种跨企业的资源共享安排引发了一些投资者的质疑,认为这可能会损害特斯拉的利益。 目前相关诉讼正在特拉华州法院审理。 四,与此同时,Elon Musk还被前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政府顾问,负责提高政府效率。 但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却错误地称Mask为Lion。 五,此外,据报道,Elon Musk的社交媒体平台X在2025年的广告之初预计将大幅下降26%,主要是由于广告主对平台的信任度下降。 总的来说,Elon Musk的人工智能和跨企业合作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质疑。 未来Mask及其公司的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2024年9月8日简报,OpenAI CEO Sam Altman的挑战与机遇。 主要内容概要。 E Sam Altman在2023年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一年。 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也遭遇了OpenAI董事会的质疑和解雇,最终重新掌控了公司。 22024年,Altman除了推出新产品外,还在为OpenAI的未来发展铺平道路。 他寻求高达7万亿美元的投资,试图打造一家生产尖端AI所需芯片的公司,减少英伟达的垄断。 同时,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呼吁民主国家加强网络安全、投资AI硬件,并与中国合作制定AI部署的全球规范。 3.然而,Altman一直强调OpenAI是为了造福人类,这一说法受到了更多质疑。 有调查发现他存在多重利益冲突,OpenAI的高级安全研究员也相继辞职,指责安全问题被忽视。 公司总裁也暂时休假。 4.尽管面临重重挑战,Altman似乎并未打算离开。 OpenAI成立了新的安全委员会,董事会主席也为Altman辩护。 OpenAI的最新聊天机器人GPT4O仍处于领先地位。 5.与此同时,宝莱坞明星阿尼尔·卡普尔也因为维权人工智能滥用其形象而登上了时代杂志的AI影响力100人封面。 这突出了人工智能带来的隐私和权利问题。 总的来说,Altman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仍在为OpenAI的未来发展而努力。 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简报,Illia Suitskaver创立Safe Superintelligence SSI。 摘要 Illia Suitskaver,前OpenAI首席科学家,最近创立了一家名为Safe Superintelligence SSI的新公司。 SSI致力于开发安全的超级智能系统,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人类价值观和安全标准。 SSI已经成功融资10亿美元,估值50亿美元,得到了知名投资公司如Andreason Horowitz,Sekua Capital等的支持。 这笔资金将用于购买强大的计算能力,并招募顶尖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 与OpenAI不同,SSI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安全和价值观对齐,而非开发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Sekua Super希望通过SSI,开创一条不同于OpenAI的道路,专注于解决人工智能安全的复杂问题。 SSI将在硅谷和特拉维夫设立两个主要研发中心,并计划与云服务商和芯片公司合作,满足其庞大的计算需求。 公司正在谨慎地选拔具有卓越能力和强烈道德标准的人才加入。 总的来说,Sekua Super创立SSI反映了人工智能行业对安全和伦理问题的日益重视。 SSI的成功与否将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 简报,OpenAI的崛起与挑战。 一、OpenAI的业务发展迅猛。 OpenAI的付费用户数已超过100万,其中50%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地区。 OpenAI与金融时报、牛津大学、赛诺菲等企业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探索AI在各行业的应用。 新推出的GPT4O Mini大大提升了API的使用量,受到Spotify、Klarna等企业的青睐。 二、用户反馈积极。 92%的用户表示生产效率有所提高,88%的用户认为使用OpenAI工具可以节省时间。 75%的用户表示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AI技术正在成为企业提升效率和创新的关键助手。 三创始人Elia Suitskaver离职创立新公司。 前OpenAI首席科学家Elia Suitskaver离开公司,创立了专注于构建安全超级智能的Safe Superintelligence Inc。 该公司已获得10亿美元的投资,引发了外界对OpenAI安全问题的关注。 四、OpenAI面临财务压力和法律纠纷。 OpenAI预计将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破产,每年损失50亿美元。 公司正与微软、苹果、英伟达等科技巨头进行新一轮融资,以期获得100亿美元市值。 OpenAI还卷入了多起版权侵权诉讼,面临着来自创始人Elon Musk的新一轮指控。 总的来说,尽管OpenAI在业务发展和用户反馈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公司仍面临着财务压力、安全隐患和法律纠纷等诸多挑战。 未来OpenAI能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简报,DeepMind的AI创新与监管动态 1.DeepMind推出AlphaProteo系统,利用AI技术设计出能够针对特定靶点分子的新型蛋白质, 在药物研发、疾病诊断等领域具有重大潜力。 该系统的蛋白质结合能力可比传统方法高出3-300倍,有望推动医疗健康领域的重大突破。 2.除了生物医疗应用,DeepMind还在其他领域展现AI技术的强大能力, 如开发出可与人类选手匹敌的乒乓球机器人, 以及设计出更高效的视觉处理框架,提升AI模型在视觉理解任务中的效率。 3.与此同时,微软收购DeepMind和Inflection AI的核心团队引发了监管关注。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认定这一交易属于并购范畴, 但最终裁定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CMA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此类可能规避监管的人才收购行为。 总的来说,DeepMind正在利用AI技术推动多个领域的创新, 其中医疗健康应用尤为突出。 但这种快速发展也引发了监管机构的关注, 对于AI企业的并购行为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 未来DeepMind及其同行需要在技术创新和合规性之间寻求平衡, 确保AI发展造福人类,而非危及社会。